Hello 大家好 我是贝贝 没错 今天贝贝准备玩玩植物大战僵尸英雄 对了 跟上期透露了游戏ID 有很多人讲贝贝 这里统一回复一下 等贝贝收集了一些卡牌 就会全部通过好友 到时候可以举办擂台赛 打贝贝贝的可以提出一个小惩罚 在下期会完成惩罚 但如果输了 那就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名字 当然 现在还是个梦新 今日挑战大概和每日挑战差不多 会获得一些奖励 七连胜还有卡包 会随机给你一个角色 还有他的卡组 贝贝扮演的是机动魔 至于这个 我认识 怎么一开始就有酷克之物 一个都不认识怎么办 还有灵费卡 当任意山羊树的攻击磁卡升级 这个很厉害吧 就这样吧 这个之物有什么效果 祖队又学到一个知识 来吧 我们也有三十题选呢 这要是输了 会被下个视频教大家怎么卸赞 上来就用超能力 本回合无法受到伤害 那么贝贝不就只能挨揍了吗 还有山羊可以等一下 火箭来了 火箭来了 这张卡才是关键 大夫刚刚有讲 看不懂 动物猿僵尸倒是很厉害 暂时不能硬刚 真疼啊 又来了一张火箭 先上这个山羊 然后他们两个都可以升级 超能卡 冻结停地上所有植物 猫夫人打出宠物攻击力加三 那么猫夫人加上火箭 哇 火箭这么厉害吗 这张卡组攻击力都好高啊 关键是消耗的脑子也少 机械猫尾草 没关系 帮你们全部动住 完蛋动物猿僵尸没了 变成僵尸鸡了 但猫夫人攻击力不就变高了吗 来吧 这回合终结它 小伙伴们 这个植物有没有感觉很熟悉 把山羊升级一下 火箭攻击力高 但雪很少 拿下拿下 后面贝贝又玩了一小会 终于凑够了一百钻石 大家最喜欢的抽卡关节 来了 卡包挺多的 抽哪个呢 当然是最新的 因为新的一半都很强 开 一个卡包总共有多少张 缓戒三张 还有一张六变形的 稀有一张 超稀有一张 没了 就五张嘛 超稀有竟然是只僵尸 这个样子 小鬼陶他不会是 闭嘴 豌豆田 种在这个上面的植物升量级 缓戒就不看了 估计没什么好东西 唯一有意思的是半吃香蕉 香蕉不是以更为单位的吗 大家觉得呢 然后就发现了 要八花卡包 应该留下抽这个的 据说是萌新帝贝呢 大家就不要学贝贝了 留着抽这个吧 反面教材还成贝贝 记得一键三连 长按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